- 大家晚安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坤平 那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的话 你可以帮我打个按个按个赞 按个烟火 按个爱心等等 OK 哇谢谢大家 OK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简报了 那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OK 我相信现在七点 大家很多人应该是刚下班 在空情的路上等等 或者是你甚至留在公司 只为了听老师今天晚上 非常精彩的分享 OK 那但是呢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 除了铁粉之外 那也有很多人是 刚来的新朋友 所以呢 我来调查一下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 OK 你来一次两次这样的人 你可以帮我打一个1 帮我打一个1 让我知道一下 就是 欢迎两只小猪 好多 我本来想1唱名 但是看起来是没办法了 OK 那这个 我相信大家是怎么来的呢 OK 应该不会是因为我 主要就是因为老师 对 那还有你是对于科技导 你被推在网上看到科技导的宣传 对不对 所以我要非常欢迎 第一个我要代表1人令行 跟科技导来欢迎大家 那我也要跟大家介绍 你来到这边 绝对你所享有的 并不只是这个 今天这一堂的课程 OK 在我们的整个学院的 所有的资源里面呢 其实它分配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过往 我们所有上课的资料 科技导其实是现在 全台湾你能够找到 最大的AI相关线上的 开放式课程的平台 那在我们的 这个 网站上面 其实有过去 八九十门客 这样的一个资源 所有的影片跟笔记 全部都在上面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 当然大家知道 现在假设CHATGPT 它已经出到4.0了 对 那我们从3.5开始用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的介绍 那一些是 随着时间 你可能会知道 那是旧版的 可是有一些内容是 timeless 就是它 它是不会过时的 那你随时都可以 到我们的学院官网上面 我邀请大家你去看一看 很多一定会对你有帮助 那第二个呢 在我们上面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很多非常专业的讲师 那如果你是第一线 在使用AI 你打开始导致你的生活 解决你工作上的问题 甚至你要在使用 它在个人成长上面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 使用上的一个困难 你想要解决 那很多时候 有时候查网路 你也不知道查什么 对不对 那这时候 我要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讨论群组 OK 我想请小编 再帮我们把 帮我们把就是这些的连结 可以把它贴出来 对 在这上面呢 就是你可以点击连结 OK 加入我们的讨论群组 可以让我们 你随时所有的老师都在上面 那同样 每次有这个AI工具的革新 有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 上面都很多很多很多的讨论 提供大家充满我们的知识量 所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 因为我在管社群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人加入申请 他是干嘛呢 他想要找相关的工作 我们很多的讲师都是AI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自己的创业者 或者是自媒体的创作者 很多人也想要进入这个浪潮里面 所以我邀请大家 你可以到科技老的网站 去找AI相关的一个工作 那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笔记 今天的课程就会有影片跟笔记 那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大概礼拜二 最晚礼拜三 这样的笔记就会上线 大家都可以再上去观看这样 好 那我们要切入今天的主题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干嘛呢 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荧幕上面 这是老今天老师的 OK 他的FB跟IG 给他按赞一些 放烟火 OK 请大家 我要请大家上FB搜寻Pixel Studio 然后上IG上搜寻Coffee的Corgie 就是Coffee Time Corgi 你可以或者是你可以点击 在现在在我们留言区的两个连结 现在好不好 现在动动你的手 按赞 给他按下去 按赞追踪起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 真的非常感谢老师 可以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讲座 那也非常感谢科技岛的平台方能够邀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所有的同仁在线上为大家服务 所以呢呃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做出这个高如何做出不止宠物图片哦高触级的宠物图片包含影片跟音效 所以呢我要邀请大家如果你现在你有这个蓝牙耳机或是任何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麦那个喇叭 你可以把它打开 因为等等所有的这个等等所有的这个呃很多老师的很多简报里面他都是有声音的啊 但是有影音这样子 因为老师会跟大家一起把这东西做出来这样子好 所以呢把带起来好这样那你就可以听到老师的这个示范更加的生动好有人问说怎么取得讲益 呃基本上我们我们应该这边等下等等看老师在平台方这边我们不主动提供说老师的讲益 因为有老师可能会有智慧财产权的部分 OK所以呢我但我就邀请大家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看这个 看这个我们的影片的回顾大家就可以看到老师教学的内容这个样子好来那所以呢如果你有所有各种的问题的话我邀请大家因为老师等等会有持续的分享他会用全萤幕来分享他的简报所以不一定可以看到留言区大家的问题所以呢你可以把你的问题一次放在stylo上面你可以点击好 我们的连结或者是stylo输入35905433590543那老师在8点15分或是20分差不多那个时间你就可以老师可以一起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鼓励大家提问因为你的问题可能就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多讲话了 因为大家今天也不是来听我的今天是来听老师的所以呢呃我就邀请大家你可以现在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 放烟火按爱心欢迎今天晚上的讲师陈志兴老师 哈喽哈喽大家好那我就是阿信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我啦也看至少都有看过我的图片或是影片 好那我的下一页那今年其实从去年开始开始做AI 今年算是开始有大收获啦除了有去香港做个人演出就是个人的 AI绘图展览以外那也在5月的时候 有当Atobe的那个AI生产应用讲师那其他这些就零零碎碎的这些很多啦就是一直都有公司啊或者是公家机关在邀我做一些 AI相关的那我其实我你们看我都画很可爱的东西对不对其实那不是我的主业啊我的主业其实还是在做电视电影这些特效之类的那 我其实我你们看我都画很可爱的东西对不对其实那不是我的主业啊我的主业其实还是在做电视电影这些特效之类的那 变成画宠物是我的一个兴趣与经营粉丝业的一个方向对那我目前这个是我昨天打的啦我目前IG粉丝就是有32万可是今天我看又变32.3万的所以一天又多了3000其实在家是很快的 那其实我还没做AI绘图之前啊我的IG粉丝才4万啊那所以你看做了AI绘图之后 我的粉丝增长是非常恐怖的那当然题材要吸引人这个很重要 那我今天就教大家怎么做出啊什么符合大家喜欢的那种AI 因为AI东西哦说实话很多人很反感啊不一定大家都喜欢AI的图片啊或是影片 即使你做的很有趣也不一定有人喜欢哦因为反AI的人很多 那我就是要教大家怎么让大家去推广这个AI的绘图的东西好 那比如说像我做的影片啊大概跟我个人比如说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有养一只狗科技犬叫Coffee 那我一开始做这个粉丝业的时候我本身就有一个38万的Coffee的粉丝业 但是我额外做了一个AI绘图的粉丝业是从零开始做起那从零开始其实有好有坏啦就是你的你有没有能力想说像现在这么竞争的状况下 你要怎么从零再爬到7点多万这个粉丝在一年内 这个在目前来说其实不太容易尤其是竞争这么大然后大家都一直哀嚎FB触及很低的状况下 从零再经营一个粉丝业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啦 即使我经营粉丝业已经算很有经验的但是突然叫我再重新创一个粉丝业从零开始然后我给自己定个目标我一年都要冲到多少万 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啊那我画的东西呢目前蛮受欢迎的就是这一类型因为图片我之前画图片就已经已经有自己的标志性了啦 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我画的那能动之后又回到我以前的工作主业 因为我以前就做3D动画为主那我是把AI软体AI动画当做3D动画来做那像大家可以看这个我最近做的这个 你们听得到声音吗 我没有听到声音耶 没有声音好 奇怪为什么会没声音 为什么会没声音 刚刚测试的时候有声音呢 放这个 刚测试的时候都有声音呢 等一下哦我重来 重新 重新分享一次 刚测试 哦 哦 有了哈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Google简报跟那个 跟那个 微软的简报就是有点不一样那我也是穿了好久 对 那像这个 这个 虽然他只是在织毛衣但也好几百万的按赞 那像这个 是 我都说他是coffee的亲戚啦 天竹鼠 他其实 他光喝这个珍珠奶茶也是好几百万个赞 就是多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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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去发想这些 动画 我后面会做分享 其实你在画图的时候你就已经要想好 你这个是要动的 而不是不动的 那你在画会动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好说 他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你在构图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要去想 他等一下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而不是画完之后才去想说可不可以让他动动看 那这个概念上也会 有点不一样 那所以 因为我以前是做3D动画的 一些经验累积下来 我也知道说我在做这个模型做这个构图的时候 他等一下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在做的时候都已经有在构思他怎么动 所以一般来说我在画一张图我已经为后面的动画做了打算 很多图 目前来说AI动画还没办法处理了你如果做太复杂的话 那我这边想了解一下就是 今天有来参加的 你们等一下就打123我想 你们对于AI绘图动画的了解程度来 请大家做个答 2 1比较多 看起来2是蛮多的 那个是打4的我知道你是谁 叫飞鼠 好 好那我大概了解了 一般来说 就是 很多人想 也想试试看AI动画怎么画 那 我一般就推荐你先从 微软的病开始去着手 毕竟他打中文 而且可以打的很白话文 就可以有 你想要的那个感觉的突变出来 那至于要在进阶 就一定要靠 后置的工具啦 Photoshop啦 重绘啦 这一些工具 多少有一点理解的话 你就可以在进阶 那 103 是我很多好朋友碰到了 因为毕竟 我们AI界也不是很大 那 很多好朋友就是碰到一个状况 他们的功力其实都比我好 就是比我强 但是就是粉丝业很难有所起色 那这个要怎么改善 那这个我也会大概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经营方式 好 那大部分都一跟二OK啦 不知道从何开始学习就是 其实现在打字 其实所谓的咒语啊 这种 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所以你如果从现在才开始学啊 可能跟我们一年前学完全不一样 一年前大家都说啊打打咒语就好了 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打咒语 已经快要进入 免咒语时代的 咒打咒语已经是有点落伍的行为 好 那就我们来看一下一页 那我会创立这个Pepiso Studio 其实 这个名字我取的是有点那个啦 就是 大概 大家也知道皮克斯工作室嘛 那我就是取他后面那一段的 类似的名字 前面加一个宠物 那其实我一开始定位就很明显 我要 创立一个 宠物的皮克斯工作室 而且在我创立这个粉丝业的时候啊 那时候并没有所谓AI动画 那时候根本也没有人知道AI 可以在一年后动起来 那个时候都还处在 玩各种AI 然后看可不可以跟人画的一样啊 有的美的 没有人会去想说 AI之后会动起来 可是如果认识我的人啊 或是有追踪我的人 我早在一年多以前 我就已经说今年会是动画动起来的 而且就是我要的那个时候 我正在等一个AI动起来的时机点 那也的确被我料到 从今年起就是AI动画元年 而且 这个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公司 甚至皮克斯也开始裁员啊 有的没的 因为有一些效果 用AI做极快 而且效果又比3D做还来的省钱 还来的效果好 那那一部分就势必会被AI给取代啊 那至于2D是完全不为2D不用 不用想太多 其实目前AI动画 跟3D动画是可以相补相成的 他跟他比较有关系 AI动画跟2D动画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啦 就是我们传统的手绘动画这些啊 完全不受影响 那他会再辅助在AI AI的动画会辅助在3D动画上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3D的场景 我要有一个海啸 那传统用做这个海啸 会非常的花钱 因为毕竟3D做这种粒子特效 不但要很多的能力 而且那个算图要很长的时间 可是用AI你可能5分钟内完成了 可能以前要花100万的效果 那100万只是我初估哦 你如果做过3D动画就知道你要做一个海水的特效 要多少人多少能力多少时间 那我创这个的契机就是 我当初创 因为我家狗狗Coffee也老了 那我就想说有一天如果他 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继续活着 而且你看哦我2023年 2月的时候 我第一次玩AI绘图 其实我画的就是Coffee 也就是说我一开始自始至终 我一开始创立的目的就是 为了要画我们家的狗狗啦 就是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走了 他还是可以继续的疗愈人心啦 然后企鹅村这个概念呢 是早在AI绘图之出现之前 我就已经想好了 就是有一个这个村庄 然后Coffee只是里面的幼稚园大班 永远避不了业的那一个人 那他有很多的动物的朋友 就慢慢的形成 那AI动画一出来之后 我就更好做这个 把企鹅村的概念做出来 所以企鹅村不是说我 因为有了AI动画我才开始做 早之前我就常常帮Coffee P图啊然后 就说啊今天Coffee去企鹅村 回来领了什么 领了什么礼物回来有什么吃的 但那时候都就 Coffee的照片 但是我会这样去想梗 那这个就是我创立这个的原因 然后打造一个 我相信 所谓的IP 是什么工具都可以做的啦 你用2D手绘啦 电汇啦 3D动画啦 就是你要创造一个IP 吸引人家来你的粉丝页看 就跟你用什么工具无关啦 这个比如说像我现在 做的这些图啊 他就是我里面的一个角色 阿永北啊 我相信如果有来 有来控告粉丝页 就一定会认识他 那他就是我里面的一个IP角色 那没有人可以模仿的 你自己能创造一个IP的时候 你不用怕你的图片要偷或什么 因为 人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 就是Petisor Studio的一个阿永北啊 你干嘛画 画跟人家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说我的图辨识度很高的原因 因为我已经创造出了 很多 大家一看就叫得出名字的一些角色 剪辑跟 剪辑教学音效合成这个等一下我会讲 然后 因为AI这个部分 很容易就是 所谓的抄袭啦 你做出什么人家都跟着做什么 比如我做了一个猫洗碗 就很多人做猫洗碗 之类的啦 其实 但是你只要维持住你的风格 你不用怕人家抄 那 比如说这是我近一个月IG的粉丝增长 我这一个月粉丝增长一共有16万 就是一个月而已 然后 我的总触及率浏览次数已经 9400多万 也就是说快破亿了 那破亿是什么概念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那我经营一个IG 我用AI动画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其实 是有点不可思议啦 就是 有点超乎我预期啦 居然可以 几乎接近破亿 那也就是说 不是说只有台湾人喜欢我的图 而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喜欢我的图 那我常常也收到什么 中东国家的 然后 欧洲啦 甚至北欧啦 各种语言私讯我的都有 那也有很多外国厂商在跟我谈案子 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越台湾总人口太多了 所以 如何做一个 跨越语言隔阂的动画 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可以学习的 我这完全没有丢广告 你看 你看 这边就知道 0%来自于广告 你一旦丢过一次广告 FB跟IG 就会降你其他的触及 因为他知道你会继续的一直丢广告 所以千万不能丢广告 你丢就之后就得一直丢了 我这个事都完全没有下任何广告的 这边都有写 0%来自于广告 那我的FB也是一样 就是增长的率都很恐怖了 增长率非常 流量能不能变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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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可以 光是你能接到的案子 那就是限 好吧 不用担心 能一直接案那就是限了 你如果有30万的粉丝的时候 会来找你做案子 多到你都可以用挑的 真的是用挑的 不是说我案子来就接 而是 你可以慢慢去选案 因为太多了 这个就是变现 比如说现在 FB很多人都 真的都很惨 FB的触及率是降到很恐怖 那我是逆势成长 我FB一堆破百万观看的影片都很多 所以其实FB跟IG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现在是猛将 但是我是颠倒在猛身 那这个当然跟我现在做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 好 那这个是从零创一个AIA粉丝 业的一个难度 就是 其实什么 什么我都会画 那很多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的主业其实是画人 我并不是画宠物 宠物其实是 宠物其实是有点是我的兴趣 因为我自己养狗 所以那个是真的是我的兴趣 我喜欢的是做电影啊动漫啊 那这种 这种人物啊什么的 那等下你也会看到一点我做人物的动画作品 那但是就是你创业粉丝业的时候 你有没有方一个方向 如果说我现在我的以我自己来讲好了啦 比如说我现在的宠物粉丝业突然放这些图 一定没人看 啊大家也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要放这种图 我是来看宠物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定位 你的定位已经有到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要看宠物就来这个粉丝业看就对 那我一开始我的出发点 其实以我经营粉丝业的经验来说 你的定位会非常重要 就跟卖东西也是一样 你不能今天卖这个明天突然卖那个 就是会不太相同 那 像我列出的这三点 哈 比如经营负能量还是正能量这个是你一开始经营粉丝业的时候就要 去 确定的 比如像现在很多 很有名的粉丝业都是所谓的负能量 那负能量就是 啊 讲三班很辛苦的辛酸啊 然后 甚至有点无病呻吟 哎 这种很容易引起共鸣也很多 也很多人会去留言按赞 没错 但是你长久经营的下来 哎 这种粉丝业会比较 会比较难接到一些业配或是什么啦 那那我是经营正能量的 不管是我的狗啦 或者是我绘图的方向 那你找 第二点就是找出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画什么都可以出状元啦 因为我像我看IG啊 很多画建筑的 很多画工业设计的 哎他们粉丝也都破百万人 那你画人物当然更有前途啦 因为人物是最多人看的啦 那 第三点就是我刚提到 你虽然什么都会画 但不一定什么都要上这个贴文 因为你上的会很杂 你的风格每天都在变 那你到底你自我的风格是什么 可能连你自己都会有个问号 那更不要说粉丝 根本不知道你粉丝业的定位 那不知道你粉丝业定位就会觉得 今天有没有看都无所谓 就像今天老高的节目 如果突然换人主持 然后讲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人回去看嘛 所以不能常常变啦 你定位就是固定住就对了 接下来我要开始讲 很重要的 就是有太多网络上 比如说 YouTube啦什么的 很多教学都会说 零成本啦零经验啦 就可以做出超高点击率的大片 你如果用这个标题去搜寻 搜寻YouTube啊 你大概可以找到几百篇相关的那个 影片可以看 都是跟你讲哎 不用成本不用经验哦 这样 照我的方法做就可以 这个是骗人的 基本上 AI没有这么无敌啊 说实话很多东西还是要 人为啦 你自己还是要做 因为 像一般教这种的都会跟你说 就是你丢东西给 GPT 他就会给你列出一大堆 他比如说 第一镜什么样子 第二镜什么样子 他都已经帮好了 帮你弄好了 没错 然后你丢进去 也的确会算土算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 他给你的这些答案 他也给了别人 因为CHAPGPT他能想的东西就是那样子而已 像很多人画出来的图 为什么没有 所谓的自己的一个数位轨迹 就是因为都是 靠CHAPGPT去 给你答案 那你一旦依赖之后啊 你就会自己失去对图的观察力 那这一张是我昨晚在做这个文案的时候 我顺便画的 我就是画一张很讽刺 那这张图 本身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 你直接看就 其实因为现在很白画就可以画出一张图吧 我这张图我大概就是 一只猫穿着睡衣 然后用手指着电脑 电脑上面有自己的照片 然后上面写CHAPGPT 好就可以跑出一张这样的图 那你要画一张这样的图 你真的有需要去问到CHAPGPT吗 所以 我觉得 是 自己的观察力是比较重要的 你的画面其实在还没画出来的时候 就应该在你的脑海里 就是你脑袋有没有画面 我觉得才是重要的 那而且就像我说 现在真的是 白画文啊 中文就可以做图了 不用 真的不用 一直问CHAPGPT 而且 他给你的答案 真的你画出来的图 会跟别人很像 这也就是很多人画人物啊什么的 哎呀怎么都看起来都一样的原因 像有很多做猫咪剧情号的 我都不知道谁是谁做的 因为 看起来那些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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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然后怎么图都一样 啊 实际一看 哎呀都不同人做的 啊怎么会都一样的 这个就是CHAPGPT给的答案啊 所以 画出来的图都一样啊 对 我相信这个已经非常洗脑了 但超多人画可是 画出来的东西基本就是一样 就是一直喵就对了 然后我的图我也有点回到传统啦 就是 AI其实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辅助的生成工具 比如说我要画这张三只猫打麻将的图 可能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说哦用打字的就可以 其实我是分开的 比如这只猫其实他是在钓鱼 这只猫 他是很无聊在打保龄球 但是我把他抠下来 然后这只猫我忘了他在干嘛 反正就是一个惊讶的 但我就是觉得说哎 这些不一样的素材 我可能没有用到 那 看起来好像可以凑一桌吧 那我就用把他们这样子用合成的方式 画出一张这个图 那一般来说我就是我的图都是这样子生产出来的 那这样子的生产的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 AI 你不会被AI掌控你的构图 而是你去掌控这整张构图 那再来就是这样的图才有版权 我们台湾的 所谓的AI AI 版权的那一个判别的方式就是有多少%是你 去参与的 那 你如果整张图就是AI伸出来 然后你就po 这个当然是没有版权可言 但你如果是这样子做然后经过Foloshop这样去做 然后完成一张 完整的是你想的图 这个才叫有版权的图 那所以我的做法 我说会回归到比较传统的方式就是 第一你不会被AI掌控 第二这样的图才会有版权 然后 就像 回到刚刚说的 AI会图就是一种 你会什么别人也会什么的 你会你会这个软体别人也会 甚至现在的所谓的咒语 网路上都有 你可以直接抄 那你不懂的话你把这一张图 比如你网路上偷了这一张图 你丢到GPT里面他会分析然后给你大概的那个文字 那 他他画出来就会跟我这一张有一点像 只是不会那么像 但是够至少够图了什么会差不多 那所以我我就说现在为什么进入根本不需要打咒语的时代就是 你拿别人的图你看这张喜欢你拿过来丢到GPT里面 咒语就出来啊所以你学咒语干嘛 咒语已经变成是对我来说已经是没有咒语可言 但是我生出这样的一张图 我其实并不是要这样用 我自己脑袋里面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觉得他来卖 冰榔比较适合 所以呢 我就把它抠下来 然后 把毛画得更细 然后慢慢的弄出一个 冰榔汤 然后 我觉得外面该加一辆车 所以我在外面放了一辆车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说 给我开雷射笔好了 等我一下我开一下雷射笔 雷射笔应该 应该会比较好看 哎 比较怎么弄 雄雄 对对对 在这里在这里 这里有点小 好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在指哪里了 不然刚刚你们都看不到我在指哪里 像我这边我就会外面 我自己 就是 去 拨一辆车 我觉得冰南汤的外面就是要有一辆车啊 那我就会去拨一辆车在上面 然后这边就是应该有一罐金牌的啤酒属于台湾的东西啊什么的 然后我会把这些猫毛整个再重新重绘制过 调整我要的颜色 然后这边放一个免用统一发票什么的 这个就是等于是你完全 自己你自己的东西的 你可以跟你可以说跟AI几乎无关 就是你 以前的经验你怎么做Protoshop做合成 这个就是有点像那种东西的 那我的做法一直都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东西就是 我可以宣称这是我的版权的一张图别人也偷不 然后 像这个 这一张猫咪骑车呢一开始伸出来图 可能是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哎我应该给他戴一点安全帽 那戴好之后我发现黄色的安全帽 整张图黄色偏多 那我就想说 哎 载个番茄是不是比较有趣 那当然我在画这张图的时候我就已经想了 就是 嗯 我要让他动 所以 我要让他动的话 我会在后面放一辆车 就放了这辆汽车 这个都是额外我在 P上去的 那 那 一开始动的时候 AI就会知道说这是马路 后面会有车 那他动起来就会比较精彩 那 像我 等下会给你们看这一张的动画 那 回到我这边说的 AI会图就是一个你会什么别人也会什么的一个竞争 所以 你要怎么把这一张变成这一张怎么怎么端出这道菜 我觉得这种基本功还是要会啦不能说全部都靠AI 因为 其实真的纯靠AI的不管 不管是YouTube频道啦或什么的 那种都到最后还是会完蛋 因为现在很多人 连YouTube频道文乱都靠AI在写 那一定是撑不久的 所以自己的想象力很重要 毛怎么处理 毛的处理方式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重绘软体啦 你可以先去重绘一下 然后现在也有一些调整光源的AI软体 就是说你把这只猫你看这只猫原本很黑对不对 那调过之后是不是跟这个光源很像 那这个太 这个围裙这个太黄 那是不是把它弄成这种比较真实的颜色会比较融入整张图 现在有很多AI调光啦或什么的这些工具这个 就变成你平常有时候要多了解 但不一定真的要用到啦 因为我觉得 像AI工具白白种 我用来用去也是那几种五六种我觉得就够用你不用学到什么都会 就是你有用到时候再再真的去试试看就好了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知义行乱跟知能行义的差别这样子 对 好 那像刚刚那张我过完图了 我就 会让他动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角度动起来应该就OK 那动起来就变成这样 我会把笔关掉才行 笔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 我在画这张图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 我已经想好他是动画 我不是要放平面的 所以我在这边加一辆车的用意就是这样 那这辆车就是 我要让AI知道说这是马路 那你其实其实AI动画 他很重要就是他对于画面的判别 你加了什么或少了什么 对于后面动起来 会差很多 所以加一辆车在这边的用意就是我要让AI知道说 等一下也会有路车经过 这个 这个点点好讨厌 好 没关系这一段就先这样我刚点了几下 那你再看一次 那所以你一开始放了一辆车的时候他就知道后面应该有车 那他自然就会表现出在马路上的感觉 所以放不放这辆车变成是一个关键 原图是没有车的 原图是没有车的 那这辆车在这个动画中是起了关键的要素 我等于是一开始就告诉他后面会有车 然后是在马路上 所以 因为我做过3D动画了我比较能想象出说他后面动的时候 该有什么东西一起动 所以我就会在前置的时候把它做好 因为你如果是 单纯的 单纯AI出图啊 他并不知道你这张是要做动画的 那回到这边就是 有些东西 就是人家会一直偷你的图 其实我都不在意人家偷我的图 因为你再怎么偷人家还是一看就知道那是我的东西了 比如说这张大窗猫好了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这个已经无数人模仿了 可以说是无数人模仿 那 但是这一张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我妈都会去菜市场然后我自己醒来去菜市场找他 所以 我对于台南菜市场比如阿卜了蔡希这个我非常的有一个 一个回忆在 所以我就会去画出这张 这个这个是猫等于是我小时候 然后我小时候其实很孤僻 我常会一个人 坐在我们家的窗户然后看着外面的人经过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写照 其实我都是在画我自己啦 那像这个打撞球 我国中就超爱去打撞球 然后都要躲躲藏藏 因为那个时代 毕竟打撞球不是多么合法的事情 然后 豆花这个呢 是我小时候住在台南那个 每天晚上我妈都说我都一定要吃豆花所以 豆花这个变成说 我也是会去画的一个回忆 那 你画自己回忆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东西是AI偷不走的 因为别人会偷你的图没错 那AI也会 去模仿你的图 但是 当你脑袋里面不断有这些回忆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是AI你没办法读到你心思的原因 也是AI无法学习走的 所以我常常都是画我的 我个人故事啊 而不是 看到别人画了什么很漂亮的东西我就想画画看 因为那个跟我无关啊 跟我的周遭一切无关 我去画那个很容易 等于是我去抄他的 也很容易被人要抄走 所以我宁可画我自己心中的一些回忆的故事 只是把这些故事变成是七尔村里面的 猫猫狗狗 其实 里面的 所有物体啦不管是人事物 其实都是 我自己的投射那只有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保有你自己的人性 也是 别人无法没办法偷走的 那而且这个就是你的数位轨迹 人家一看就知道那是你的图 因为 别人没有这个回忆啊就只有我有啊 每个人的回忆都不会一样的 那 我认识很多很会画 会比你平常 打打字啦或者是上张照片啦 效果来的更差 我不骗你们 你可以自己做实验看看 就是你突然平常都上图片啦或者是只是讲心情故事 很多人会留言甚至几千人留言 然后也会去 也会去有互动 突然你开始上影片的时候 流量会下滑 而且是 非常 非常的跟平常 非常的跟平常一般你上一张 有时候你上一张很简单的照片 然后一两千战 算破万战 哎啊怎么上个影片 反而只有几百战 这个很正常 不要说没有我看太多了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短影音 你不要想说短影音 很好做 其实它很花时间 然后也很花成本 那 有多花成本呢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月 我为了AI动画软体我才刚刷了 3万多块的卡 其实做动画本来就是这么花钱啦 以前做3D动画更不用讲 那一套3D动画就几十万 那它现在只是转成 AI动画 所以其实AI动画 你要说免费做吗 是有啦 但是 要排队啦 而且 比如像现在Luma 或什么的 你都可以有免费每天每用 每天 免费的试用额度 那 但是这个试用额度你用下去呢 你可能两三天后才看到Luma算出来的影片 那万一 万一这个影片还不是你要的 你要再等3天 那所以你不付费基本上是不可能吗 可以马上看到你现在这个动画行不行啦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成本的投入是一定要的啦 那我像 我像用了三个比较主流的 我自己用的啦 比如就是 可琳 可琳动画 Luma Luma动画 然后还有 软卫 健三 这个这三种 那这三种你如果三个都买三个都用 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我会跟你讲至少5000以上啊 那你愿不愿意花5000以上的成本 来做这些动画娱乐大家 我相信很少人愿意这样干 对不对 你愿意 一个月花几千块的成本 然后 投入时间做这些动画剪辑 然后每天只是逗大家欢笑吗 你有没有这个很强力的这个欲望 其实我相信是不太 不太多人能做到啦 但是 回馈是一定有的啦 比如说像很多人就 每天感谢我啊 或者是说每天就是在等我的影片上 然后私讯我的一堆啊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看到你的影片我瞬间整个人都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收到最大的回报 那至于其他的金钱收入这个不用讲 当你能 当你的粉丝也有这么大流量的时候 厂商自然一直来找你 你不用担心没有业配没有工作 没有什么案子结 一定有一堆案子结 而且是多到你可以挑 那像我这个猫 猫洗碗这个 你可以看到他的处 播放率已经5000多万 5000多万如果在YouTube上面 可以换多少钱 所以你说 流量代不代表收入 当然是代表 对 你如果在有一个影片在 YouTube上面有5000多万播放 你就知道你能赚多少钱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都有几百万的这种播放 那个 至少这个月是这样子 好 那AI影片发想 就是像我回到我刚刚说了 你在创作这张图的时候 你就要不断的去想说这张图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比如像我在画这个角度 这只猫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画这个角度 因为这个是有点像开赛车的第一人称视角 当然你光看这张 静态图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想起来 你都能感受到他动起来是什么样子对吧 这就很像一张游戏截图 我只是把猫 原本上面的那个驾驶员我只改成了猫 那他动起来说到时候就会用这个视角去 去推进 就很像赛车游戏 也就是说你在做AI影片的时候 画这张图 画这种特殊角度是为了等下让他动起来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 因为你不怕这个角度 AI目前的AI动画软体他不会自动帮你调到这个猫的上 上市图去运进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这个图 那我就我让你们看看我画了很多个角度之后动起来他是什么样子 先看效果 视频 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你们刚刚有没有发现 我一直换镜头 有各种的运镜方式 那这个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我其中的一个运镜方式 我要它的运镜是在 是在主观视角 但我又要看到它的手 所以我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画了超多角度的赛车的图 那就是同一只黑熊这样 就台湾黑熊 那为什么我会说多看动画 多看电影啊 因为这些你都可以去观察到各种运镜 像一般赛车追逐赛 他一定会有很多视角 甚至是轮胎视角 单纯拍到一个轮胎 那你有玩 有玩赛车游戏的人 更了解我这段影片在表达什么 这就是一个 一个你开完赛道之后的一个replay的画面 赛车游戏都会这样 你跑完赛道之后 你可以看你的replay 那他replay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多角度 的一个运镜方式让你看 比如说轮胎角度 主观视角 拍到驾驶员的视角 他的手 然后各种的角度 那然后这些音效 比如说在过弯的时候 是不是有磨胎声什么 这些我都会去做 那这样出来的整体会比较完整 那怎么做结局 比如ending 我做了一分钟 最后的ending 你要停在哪里 这个当然你如果有多玩 多玩过这种赛车游戏 你就知道该怎么停了 你不会不知道怎么起点怎么停 这样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经验 多玩多看就会的经验 那像我一开始 开始跑的时候会冒烟 一般来说就是赛车一开始 会有磨胎冒烟 这个所以我第一个镜头 我会做这样 那最后一个镜头 我是做 我是做 他很开心 我赢了那个感觉 所以影片的起程转合是很重要 那至于中间各个镜头怎么穿插 这个就看个人的安排 但是像我就会 很用心的还去做了一个 这个轮胎镜头 可能很多人如果没有特别去看赛车 或玩赛车游戏 就不会想说去做一个特别的轮胎镜头 可是有这个就是一个画龙点睛 那 大龙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AI的构图的重要性 你只要构图构的準 AI甚至會知道他該往左轉還是往右轉 他那個手的那個 動態還會跟著方向去轉 那你只要你給的資訊夠多 AI動畫就會自然的 會去理解你想要表達的畫面 那至於運鏡模式 運鏡啊這個追蹤鏡頭啦 或者是 側移鏡頭啊這種運鏡的方式 這個其實上網看就有了 你可以去查 所謂的 所謂的各種運鏡的術語啦 那些術語網路上都有 那些術語打進去對 整個畫面都有幫助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配樂這個配樂 還有音效這個 我會說 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比如說我很喜歡看卓別林的電影 他是屬於那一種沒有對白的 沒有對白的電影 要引人發笑 要有共鳴 甚至沒有對白我覺得他才是世界語言的一個畫面 就算不懂國語的人來看 不懂中文的來看我的影片 他還是覺得非常有趣就是 我就是想創造卓別林那種感覺 比如說這個是 這個是很像一個不會修車的貓 他亂修這樣 這個不分國界 大家看的都會覺得很好笑 那 所以 你要達到這個效果 變成說音效非常重要 像 我這個就做了很多層的音效 就是 他敲敲打打啦 什麼的 那這些配音 甚至是我自己配 我就去打鍋子就好了 比如說家裡家裡有什麼我就打鍋子 那我就給你看一下大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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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這種配音效啊 你要自己去抓那個節點啊 就是他那個動作拍下去的時候 你就放那個 其實我這個是放了非常多層的音效 去配出來的 那我那個洗碗的也是一樣 就是我自己去洗碗哦 啊這個是我在 在廚房敲鍋子的聲音 我自己去敲然後去對那個動作 那之後 你這些自己弄的音效啊 其實配起來會很有趣啊 他就是很像卓兵林 就是都只有這種滑稽的音效而已 而且你自己配的音效 不會有版權的問題 你不用去音效庫找 有時候你會找 你會發現啊 你要找一個適當的音效 真的很難 哪有那麼剛好的這種 這種音效 而且 而且還有輕重之分什麼的 因為音效庫裡面找到音效 絕對不是這樣子 他就是固定的 不會有這種 這種照畫面節奏來的 這種你一定要自己配啊 那家裡有什麼 就拿什麼東西配 那 配完之後的感覺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影片超多老美分享 就是歐美人他們很常自己修車 所以他們很愛這種影片 那這個就是我說的 有點像卓兵林電影啊 只有音效 但是你對著嘴 他就很好笑 很有那個效果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個 對 那我以前睡覺前喔 你會覺得我很像古代人 很像很像很像 很像美國電影裡面那種人 睡前在看黑白電影 我就是那樣子的人 沒錯 我睡前很習慣看黑白電影 就是卓兵林啊 或是勞來與哈台啊 這種這種墨劇啊 那墨劇 其實像卓兵林說的 當電影進入需要語言的時代 他電影已經死了 就是說 沒辦法靠演員的演技去表達出這個劇情 這部電影就不是一部好電影 所以卓兵林在動作上面的那些 那些表演方式就是他什麼動作 就讓你知道現在在演什麼劇情 所以卓兵林一直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偉大人 他不需要語言啊 可是他就是靠音效動作 讓你知道這部戲在演什麼 那我做的方式大概也都像這樣 那像這段貓洗碗 是非常多人點點閱的這個 一個反反如果說 FB加IG大概已經快破譯了 那這個洗碗 是我真的去洗碗的聲音 所以很多人一看到這個影片都說 這音效到底怎麼配的 他們覺得非常的神奇 因為你不可能有這種音效庫啦 好那我們來看看 因為你會去洗碗跟別人的 這段時間不暗示 吃 拿醬汁 微少許 放入 沙摸 煮 适量 煮 蜂 煮 煮 温 這個影片現在IG上面一堆的魔寶 就是貓洗碗什麼有的 但他們不知道怎麼配這個音效 其實音效才是這一段影片整個加分之處 就是這個音效如果這個影片沒有這個音效 我說實話可能連破千萬都很難 但是有了這個音效 他馬上變成破一點月的那一種影片 因為這些音效真的就是讓整個畫面 好像真的實錄的很像現場收音的感覺 很像我真的在路邊看到一隻貓洗碗 然後錄起來的那種聲音 所以他才會有那麼多有趣的 人家會想分享的原因 如果沒有這個音效 這個影片大概比如說9分 這個可能 比如說10分滿分 這個可能只剩2分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音效 這個影片才有9分的價值 所以配音效是蠻花時間 但是 你光是對那些節點都很花時間 可是卻是一個加分的重點 就像我說的 昨邊的電影就是只有音效跟動作 那比如說像這個 也是這個道理 他只有音效跟動作而已 他並沒有語言 其實也不需要語言 貓狗就算可以講話 我也不會想做他會講話的樣子 其實就是 墨具的感覺就好 然後這個影片其實他有很多 其實他有很多我故意要呈現的技術力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水流到碗盤子上面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能裝多少 然後流下來 這個是現在AI動畫很了不起的地方 因為這個光用3D做可能也做不出來 但是他卻能知道這種物理 那還有這個就是 比如說這個他在撞擊的時候 水會有點流流出來的感覺 你看 他在撞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物理效果水流出來了 那其實我在做這一段的時候 很多是在實驗這個 很多時候我是在實驗說 現在的AI動畫能做到什麼地步 他對我們地球的物理現象了解到什麼 所以這一段是結合了 非常多的技術含量 不是說只有好笑而已 你可以看地上那些泡沫 那個水的效果 向一起吃 有一點點 姜丫腦 銀蔽 節奏 黑 藍 郭 就是他知道有一個體積下去的時候 他知道水該滿出來 AI知道這個物理現象 那所以我做這一段 我獲得了很多的那個 幫助 因為我知道說原來AI可以做到這樣 那我之後我接案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業主說 其實現在AI可以做到這樣子 他知道體積跟水的容積 其實是不一樣的 然後會有互動 那所以 那再回到這一段 其實我小時候 住台南人應該知道 就是 就是那個刺坎樓旁邊那個小吃的地方 其實我小時候在那邊長大 所以我常去幫忙洗碗 這也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而且洗碗一定都是在旁邊 看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好下一段 要加快了 那有時候我都是 有一些電影的啟發 我就會想做一些經典鏡頭 比如周楚楚山海 我就一定要畫 我這個白髮 基本上跟電影是一模一樣 教主在中間 然後旁邊一個年輕人 然後這個是一個女的在彈吉他 很多東西我會來自於電 那像這個是阿甘正傳 你要不要吃巧克力 那結果阿婆拿出巧克力 那像叔叔阿姨 那這個的幽默的點在於 那個阿媽自己 自己都拿出來吃 她自己呆 其實就是要跟電影有點不一樣 但是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畫哪一部電影 那其實電影改編的鏡頭 都是很有共鳴的 那人家就會來按讚 分享 因為你把一部電影改成這樣子 像這個就是周星馳的國產007一 一開始他在賣豬肉的時候 但我把它改成賣烤鴨的一隻貓 那像這樣子改 有看過這一部周星馳電影的就會 一定會有惠心 笑想分享給他的朋友 那這個是他 就是那個 史蒂芬金的恐怖片 那我覺得法鬥是非常符合那個形象 但是我就把它改成 因為剛好7月到了 我讓他變成 他是一個餓死鬼在那邊 也需要人家餓 他的好笑就是後面的小朋友直接不給他吃 偷走那個氣球 其實他這一隻 這隻法鬥 他就非常像原本那個小丑的樣子 穿著 臉部的化妝都一樣 那看過電影的人就會有共鳴 然後 接下來是 吃東西的影片也都很吸引人 ASMR這個一直都大家都喜歡 那你要做出那種嚼東西的聲音 很多人 光是聽這種吃東西的聲音 他可以反覆一直天天一個鐘頭 所以這種吃東西的那種咀嚼聲 其實也是 會讓你短影片增加播放的一個 很好的 很好的那個方式 他會可能看一百遍他都有可能 就是像這樣喔 有了一個聲音 有些人為了這個聲音他可以反覆一直看 那 我畫的東西都跟台南很 有很大關於 因為我住台南嘛 比如說像台南水果冰啊 芒果冰是最多的 那我就會想畫一隻貓 他是老闆 那這個就是觀察 這種東西是 CheckGPT不可能給你的答案 他絕對不知道怎麼畫這一張圖 所以這張圖一定是你純手工自己畫的 那畫完之後再讓他變成動畫 那很多人就會因為這個切的這個聲音 又一直反覆一直看 因為ASMR是涵蓋各種種類的 切東西啦 什麼有的沒的 那我常做筆記 我比如說我出去到哪裡 我看到什麼 我就趕快趕快用手機寫一個筆記 回去要畫一個貓洗車 那貓洗 音效怎麼來 自己切水果就有了 那個沒得著 那像洗車這個我就會想說 如果有一隻貓洗車 那效果也蠻好笑的 所以我就自己劈著這個圖 然後再讓他動起來 我都是去看到什麼時候我就會趕快寫筆記啦 因為這種在地化的東西 比如說台南牛肉湯 我看到我就會想說 哎 來畫畫一個台南的牛肉湯 牛肉店老闆是一隻驅貓 或是什麼樣子 這個沒一下 沒關系 我就會想說 畫這種比較台南的東西啦 那像這個 也是自己的周遭就是真實經歷啦 比如說去吃 吃 就是那種人家幫你代考 然後結果發現那個人很綽好 那我就畫下來 只是畫成貓 然後 一些叫賣聲 你會發現 YouTube上面重複有人一直播放 播放了幾百萬次都有 就是一些 兒時聽過的叫賣聲 這種也是很多人會一直播放的 很多人會很懷念 那像這種賣豆花 像這個都是有點兼具 技術含量 但是又可以勾起你兒時回憶的動畫 所以做動畫不是說 單純表現技術含量而已 而是能要人勾起人的一些回憶 像這種 養樂多媽媽 是我今天PO的 當然現在沒有養樂多媽媽 所以我會特別懷念畫一個養樂多媽媽這種感覺 那小時候理髮啊 我也是有很多的趣 那今天時間有限就 這個我是測試 就是 AI軟體對於鏡子了不了解 那也順便做一個好笑的感覺 這樣 然後測試完非常滿意 我發現 哇原來 AI動畫現在對於鏡子的反射 是這麼的理解 可以同步化 然後這個等於是測試 所謂的 風對於頭髮的影響 那AI理不理解 那畫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好 而且很好笑 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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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那一支就是吹到吹風低壞掉了 那Gatsby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牧村坐在一直在那邊跳舞 那因為我大學念的是雕塑 這種陶土也是我的回憶啦 像沒有人畫過的東西我會畫 就是因為那是我的回憶 別人偷不走 你要學你就去學 反正我是第一個畫出這種東西的人 然後這個捏陶土 我會加上第六感生死戀的配樂 因為是兩種回憶混雜 我的寶寶 我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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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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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動畫可以做什麼 AI動畫現在可以做像3D一樣 我覺得現在的做法可以反過來 不一定說 比如說像你做了一隻貓 他可能沒有表情 那我們可以用AI動畫讓他產生表情 再把这一张抓下来 去化成 你要的那一个图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没有声音 我可以继续讲 比如像这个 他会做出各种表情 现在也很多人用AI动画 来做出人物的360度面相 你反而这样子会更好操作 以前你要做360度面相 没有AI动画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去做出来 那现在的AI已经发展到 他转原地转360度的时候 可以很完整的像3D模型这样转 那你只要一直截图 他就变成有多面相的图可以用 那这个表情测试 其实也是相同的意思 他有多种的表情 可以让你截图起来 你截图起来的每一张 你要做成LINE贴图或什么都可以 惊讶的表情 什么表情 各种表情 他一起做 你就等于有这个人物的 很多表情截图可以当表情包用 现在也可以有多种的那种风格的呈现 比如说客户想要什么风格 你可以用一套AI软件给他看四种风格 看你是要3D的啦 还是2D的啦 还是2.5D都可以 那效果出来就都不一样 那其实我今天我要分享的 我并不是要操作什么界面给大家看 因为其实操作界面 那个YouTube上面太多了 你要怎么学 但是都要花时间学就是 比如说你要学一个 学一个Midjourney怎么画 那个不是一个半小时可以讲 你要学一个AI动画怎么画 真的都是要很长的时间去 我是跟大家讲一个方向 你可以怎么去做出一个 你自己风格的AI影片 那像像这个 为什么我要做四种不一样的风格 其实每一个截图下来 你就是有一个图可以用的 他也有很多的动作 就像我说你要做赖贴图 什么都可以 那像这个老鼠 我也可以做成2D 他就跟前面那个写实的 又不一样效果 这个是AI动画的新的用法 反而是先动再去抓2D图 那像这种比较电影式的效果 这个是我目前手头上的工作 但这个只是试做 这个不是真的有 我只是要测试多人 然后有水 他可以真实到什么地步 那其实AI动画像这个可琳 都已经可以表现得很好了 可琳啊 Luma这些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时间有限 那最后就来嗨以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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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see you then you mean it then you know you have to go I'm never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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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ちどうさま 喧騰まみれこの街の演奏玉 たまま一度ついておいで 世界中魅了するほどにGoから JAPAN 一番 Lale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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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教的真的都是新法啦 就是我的新的 真的要我操作Photoshop給大家看 那個也沒有意義 而是我的一個經營粉絲業的所有的綜合感想 因為這個才是 我相信是大家最難學的東西 你要學這隻狗啊怎麼動 這個網路上教學都有 我分享的東西反而是網路上沒有人會跟你們講的 哦背景都是畫的啊 那個背景就是所謂的安平漁港 因為我住安平所以這兩個這兩幅都是安平漁港 好 那應該今天就是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加我的IG跟FB 那我就交還給主持人 那我們再次感謝老師 謝謝 謝謝 今天很精彩很多的示範啦 那就是老師把他自己的作品秀給大家看 那如果在就是我們的所有提問裡面呢 看到一些同學這些問題 那我想說我來把他分享到這個 分享到這個畫面上面 那讓大家可以來 來來來來來來請問一下 要問什麼 Q&A 好 我應該大家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有 好那我想把時間交給老師好嗎 好 来 让平面动起来的是什么软体 这个我刚有回答过 就是现在目前比较主流 就是 Luma 可林跟 俊山就是Runway 那这三个各有特点啦 你如果说只是人物 人物或是动物原地表演 这个我会建议可林 那你如果是要那种电影大动态的 这个我会建议Luma 那如果只是单纯的运镜 运的要很漂亮 这个是Runway做的最好 那一个影片有时候我会用两三个同时做 我不是说只有一个软体 就是一个动画软体从头做到 通常我都会混着用 我相信有做过AI的都知道 一张好的图 也不可能是只有一个AI软体画 甚至是三四个同时在用 那像并出来的图 我们一般都只会当底图用 不会直接把它当完成图 那可能会丢到 比如说 里奥纳多啦 或者是Photoshop 我去再去做修整 因为第一张出的图真的只能当底图用的 那后置这些 至于后置怎么做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操作给你们看 因为那个 那个是纯粹就是一个功力了 就是看 看你怎么去学Photoshop 其实我做AI之后啊 我花最多时间的 是回头去学Photoshop 这个我用二十几年的软体 我去学Photoshop 去学After Effects的这些 剪辑啦 或者是学这种 因为这些以前我二十几年前用到现在 我反而因为有了AI之后 我又回头去学的更深 反而传统的工具还是不能放弃啦 那 AI有建立有的 如果你最近有看 最近刚刚发表的那个UE引擎你就知道 UE5引擎就是所谓的虚幻5引擎啦 他最近的新发表东西就是 直接用AI 一个手机就可以做motion capture 然后去做各种的运镜变化 然后电脑端的 电脑端的3D模型就直接做出那个动作 甚至捕捉的那个效果连手指都有 这个反而用传统的动作捕捉 还没办法抓到这么细 结果现在用AI用手机 这样就可以做到这么细的动作捕捉 那现在接下来 AI跟3D的协作一定是未来趋势 因为只有3D可以那么完美的去转360度运镜啦 这些 你要他怎么运镜就怎么运镜 所以 今年底我相信会有一套这样的AI3D软体出现啦 因为最近其实这些新闻都一直在出来 那让平面动起来还有什么 有没有版权问题 你如果只不要开盈利 只是纯粹让人家看 这个都没有问题 而且你不要去 你只是分享 我相信你如果看过IG上面你就知道 或者是Youtube 很多都是一些有名的音乐 但你用了之后就是不能开启任何盈利 即使他有1亿的播放量 你也没有任何的盈利 但不会有任何问题 然后 没有做过动画从哪一个 我直接建议就是可怜 因为他可以打中文 可怜的话呢 你下你下载网页 不用下载你直接开网页版 比如说你要他怎么动 你就直接打中文就可以了 比如说那只猫骑车 然后右转就是这么简单 你就直接打中文就可以了 根本不用什么 不用什么有任何的AI软体概念 就是你想让他怎么动 你就直接打中文 他就会照那个方式大概去动 那所以可怜是最好的 因为他不需要翻译成英文 或者是你本身有英文的能力 圆圆可爱的外观指令 要怎么准确的选择 这个跟你用的软体有关系哦 比如说像Mitjony啊 或者是Subdivision啊 或者是病啊 他们对于圆圆可爱的定义不一样哦 所以会变成说 你在用不同的绘图软体的时候啊 所谓的Chapi T或者是FET 他们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要很肥的话 其实 光肥的形容词啊 你可以上网去查 光这个英文字就有好多种分类 所以你可以去实验说 你在用Mitjony时候 要吓到多肥他才能圆圆滚滚 我以前都用Mitjony嘛 所以我知道 通常Mitjony要这么肥啊 你得吓到非常臃肿 可以说是用臃肿这个英文字来形容 他才有办法那么圆 但是 你用病的话呢 你只要写胖胖的这样就好了 Chapi他就已经有点圆圆胖胖 所以不同的软体之间啊 对于胖瘦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你们可以多试试看 想看你学哪一道软体 下什么Prom 这个 如果要做第一支动画软体的话 你先用可以有每天免费试用点数的 那像可琳有 那像Luma也有 可是Runway没有 那你可以从这两个软体去试试看 比如说 像现在不是很流行 所谓的复古照让他动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先拿家人的照片 你不要拿别人的那个版权文体 你家人的照片 比如说你让他两个人 你就写说这两个人抱在一起 那 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说 Runway跟 跟可琳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先从这边去试 至于要下什么Prom 这个 可琳会比较好玩 可琳打中文就可以了 他那个Prom就是打中文很直观的 两个人抱在一起 或是两个人手牵手 就是这么直观 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 对我来说 那个都不叫Prom 以前 以前 用 Mid Johnny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Prom 那个要写很复杂很复杂 他才会牵手 现在你就写两个人牵手 中文 就这么简单 所以没有所谓的Prom 所以我一开始就一直强调说 现在是一个没有咒语的时代了 这个已经不能叫咒语 以前的咒语是还要写一大堆那种专有名词 然后只有这一套软体看得懂的那一种 那种奇怪的字 但现在都没有了 那和氏的音乐这个东西就是 我在剪辑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已经有那个音乐 这个就是看 我说的就是多看看电影会 比如比如说我看过一万部电影 那一定比一个只看过几百部电影的人 脑袋有更多的音乐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多看多听而已 像做音乐人 很多做音乐人家里有几万张CD 他什么都听了 那当然他在写音乐的时候就会有各种的曲风了 那你如果只只局限听一两种 你要找到合适的音乐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你脑袋就是只有那几种音乐 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次勇热烈的掌声 感谢老师 %, 欢迎讯阅 还有什么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